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今天要语读了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汉字呢 是这个,过 过这个字,今天我们知道 范是城市 这个字在教过文里面 它的写方呢,它有两组 一种写方呢,就是写成这样子 这是什么呢?这个代表一个城 而这个上面呢,里面呢 是代表一个建筑 那就是城墙上面的那个城楼 这种城楼呢,就是作为一种 建岗方舍的地方 打仗的时候呢,守城的江陵 在上面指挥打仗的指挥手 平时是辽王舍 这是一种写方,还有一种写方呢 它是这样子,刚才那个写方呢 是上下游,这个四面是游 那就是城的四个轿 都有这个辽王楼 在古代的时期,是指的 城市外围的一道城墙 古岁,它的城,它有两道城墙 里面的那个城 成为城 城外面还有一道围墙 把这外面的城墙成为古 也有把城墙最外面的那道城墙 和城墙外面的一部分 地区也成为古 有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情况 所以这个城是指的哪城 古是指的外面的围城墙 后来就是有一群的人 他就是于这个过 这个地方做一种信 最早的时间,比如说这个人 住在城南的,叫南国 住在城东的时间,就是东阔 住在城北的,叫北阔 有一个语言故事 叫东阔先生与郎 这个东阔就是住在城东面的那些人 他们以那个地区为新世 就是这样来的 后来隐身义和呢 范子就是城市 这个过去的写方呢,到京门写的时间 它就变了 这个地方呢,写了一个框 旁边呢,加了一个叶 叶就是指的城墙 意思是,这是一个城墙的 一个维围的围墙 在京门里面,它就叫做这样的一个 后来的小庄啊 历数、开数呢 都是由京门这个指形 引编过来的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 它不同文字的写法 那也是和大家一起分享 下广文里面 有两种不同的写法 它基本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城 这是猶王踏 这是一个城 这是猶王踏 四个方向都有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写方呢 这是两个方向 有的写的简单一点 有的写的简单一点 有的写的 patreon 有的写的稍微複杂一点 有的写的稍微複杂一点 等的意思是想同的 有的呢写的呢 写怎么这样一点 有的呢写的稍微複杂一点 總的意思是想同的 你而不小心 这像这个字和这个字 就叫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经过是一个写法的 真确是一个写法 发生了改变 因为这个字 大种指标是纯叶 它就把这笔写成一个叶 这个代表大种这个框框 这个就是个叶 就是指的这个字 是这个字 而这个旁边呢 就花了这么一个符号 它这个符号呢 写的这样一符 这是春节时期的一个写法 到真确时期 这个字就编得逗了 这个字就比较乱 这个真确时期的文字比较乱 变了好逗 这个字在小章的时期呢 它也编了一下子 写的这样一个字 这个橙楼这个部分 写的这样一个符号 写的很复杂 把这个符号呢 它写了一个页 这就是小章这样的一个写法 绿数的事情进行了简化 下面整个这个一个部分 这个里边 就写成了一个值 例数这个字 例数这个字写成架 写成一个值 开数这个字 就是由例数这叫 引编过来的 开始就先见 括这个字 它的本意就是值得呈一下 是值得我也呈一下 好 今天我们就把括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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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